好 午安各位观众 感谢来到大新闻大曝挂 那这一个礼拜呢 告诉大家我们的千惠格格 去休长假了 所以呢今天是这个 借凡来代班呢 明天后天跟大后天是沙沙了 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锁定 大新闻大曝挂 那同时呢 我们的大新闻大曝挂 是有双开的 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可以来到子评 按赞跟分享 在子评的流量呢 对我们中天来讲是实质的收益 所以呢非常非常的重要 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按赞跟分享 那一开始呢 要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中天新闻网的APP呢 你下载了吗 现在下载中天新闻网的APP 是可以抽好奖的 而且呢每个星期的奖品还都不一样 好 首先我们来看啊 最大的奖是什么呢 是银达旅游提供的 银达旅行社提供的 这个星期是泰国曼谷的来回机票 上个星期啊是这个日本搭买嘛 这个星期来来告诉大家 是泰国曼谷的来回机票哦 最大奖是抽机票哦 所以你要不要赶快下载 当然要啦 还有这个奇幻岛乐园的亲子唱完门票 还有这个米特才艺中心课程抵用券 哇 这个都是暑假的时候 爸爸妈妈可以把这个孩子丢出去玩的地方 还有新北河滨方back自行车的租借五折券 这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主题馆的门票 还有这个伊兰苏奥苏立奖的体验 九折券 当然还有小七咖啡咯 抽奖五步骤很方便啦 先下载中天修网的APP 输入推荐代码 CTI613 我的代码 然后选一个账号 填写资料 然后就可以 来到中天复古乐园戳戳戳 然后就可以抽奖了 最大奖是赢打旅游的 泰国曼谷来回机票 有没有很棒呢 暑假期间 所以赶快来抽奖哦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首先要介绍第一个小时 我们今天的来宾 来自身媒体人王简秋 简秋姐 主持人好 各让朋友玩 然后还有我们的前例委员 郭正亮亮哥 大平安 还有台北市医院侯汉廷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 汉廷好 这个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赶快先来讨论了 就是这个之前大家一直都讲说 很奇怪呢 你侯友宜啊 都已经跟这个韩国瑜 坐在旁边吃饭了 然后也一起站上台手牵手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跟他道歉呢 所以昨天侯友宜就正式的这个道歉了 来 他是在这个新北要选立委的 这个市议员林金杰的场子上面道歉的 但是他这个道歉是针对两个人 他说四年前不管是参选土城立委的林金杰 或是当时在拼总统的韩国瑜 我的帮忙都不够 所以我对他们两个人感到 敬拜祭 让他们落选了 所以我这次一定拼命 要帮林金杰辅选 然后后面没讲出来就说 那个韩国瑜可不可以也拼命 帮我辅选一下呢 好 那当然这件事 这个话传到这个 韩国瑜的耳朵里面 他的幕僚就说了 韩先生从政以来始终不变的信念就是爱与包容 也期盼所有真正担忧中华民国未来的同志们 都能够团结 一起为人民扶植努力 大家想说这个韩国瑜的幕僚是谁呢 现场就要问一下简秋姐啦 简秋姐这个幕僚是你吗 没有 因为我第一时间我 本来就下一个节目嘛 昨天所以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个 新闻连结的内容给韩先生看了嘛 那问他他的感受跟看法回应如何嘛 那他就说就是爱与包容啊 这是他不变的原则啊 而且大家希望就是不要以负面的角度去思考啊 看人要看优点 不要老是看缺点 那尽量看好的方向来解读这整个事件 所以他说爱与包容 然后大家一起加油 这是他的回应啊 那如果当事人都这样说 其实说真的 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好在说什么 但只是昨天刚刚介凡讲的形容词 叫做正式道歉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有点纳闷 到底什么叫正式道歉 因为上次两个人坐在隔壁的时候 出来道歉 大家还要解读 疑似可能大概就是 应该就是道歉的意思 因为上次同台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是最直接最直白的场合 那那次的所谓的道歉 大家觉得好像不够正式 然后结束的时候也还有很多的回想 然后一直风波也结束了 突然昨天又冷不防冒出来 所谓的道歉的时候 是在一个临京节的候选人的场子 而且道歉的方法是说 先讲一大堆临京节如何如何如何 后面加上韩国瑜一起讲说 这两个人还没当算 这样落选了 真不好意思 可是我个人 我就会觉得总是比较奇怪 就是好像拉在一起顺便讲之外 而且重点好像不在于说 是他害了这两个人落选 我们都知道临京节的落选 当然是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个候选人 是郭董源支持的人 把他给拉下来了 那韩国瑜 但有各种因素 但他应该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我觉得是精准真的很重要 但是要要求他精准 好像有点难吗 那精准的意思也许是说 他当时不管在很多的议题的支持 或者是在相关的场合的可以给予的支援 也许没有那么多 大概是这种意思 那但是比方说他讲说 电视上讲很多都是谣言 大家不用听 什么电视上 那我们就只有中天不在电视上 网路上可以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里绝对没有谣言 对电视上都是谣言 那不在电视 网路上的我们就不是谣言 是这样吗 那类似这样的说法 或者是大家觉得说 突然又冒出来一个道歉 然后又本来事情风波 也算到一段落了 突然就又冒出来 然后又变成一波导论又何苦呢 那当然也有很多想法是说 因为最近郑立文一直喊出了换侯 那甚至换韩这种言论 所以以至于让这个侯友宜市长 必须要做出这个言论 但市长本人当然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爱与包容都接受 那至于支持者们韩粉们 可能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不过这一段话的确是当时 我也转述给媒体的一个看法 那也的确是他自己本人的意见跟回应 他一直告诉我说 反正大家正面看待不要想那么多 好好的一起加油下去 让政党轮替可以实现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确实是 反正我们大家都知道 韩先生反正就是蛮很大方 很大气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就像前后姐刚刚讲 后友宜昨天这个道歉 好像是那种顺便道歉的感觉 前立委陈学胜都有跟他讲说 后友宜你要把王金平教你的四句诀 头软 脚情 脑清 心热 听进去 这样就对了 你就好好努力来验证自己 可是虽然王金平教你这四字诀 可是你昨天又搞了一个 这个顺便道歉这种事情 这又就像前后姐讲的 不甘不脆嘛 对不对 然后他同时又讲了说这段时间 他也很多次用电话跟韩先生有聊聊 也透过朋友的关系至少三次他想要跟韩约见面 不过都因为韩临时有事没有见到 这些都是很真心的 这个我可以补充吗 对对 我就是要问你这个问题啊 我就是要问你 他至少三次要跟韩见面 都说韩临时有事没有办法见 我所知道是大概就三四次的通话吧 那通话里面绝对不是三次要约见面 大概了不起一两次 然后有出国的 有他觉得可能时机点可以晚一点点 例如全带回之后等等的 那时间点不适合 但绝对不是三四都要怎么约 这感觉展现是说他很努力 然后对方好像不买单 那事实上我不是一开始就讲 他开始假的话就是说有银才来泡茶 还是当时才有银我哪知道 就是没有约啊 那之后怎么样 当然具体提出时间和活动 如果他可以时间上配合就配合 那他在出国的期间 时间当然没有办法 那或者是其他的场合有没有必要 那大堆头已站后面的那种所谓的邀请 幕僚的邀请 那到底有没有必要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 拜会跟见面是属于哪一种形态 然后是不是真的 韩先生也会想要希望对他是有帮助的嘛 那互相是有帮助的 这样才有意义啊 那如果就只是去占一大堆头里面 其中议员 然后又有什么帮助呢 那是真正要化解成为韩粉觉得可以过得了的这个坎 那我觉得那个不是这样的形式啦 但其实真的我一直觉得上次 那个结束就结束 就是可以pass就过关了嘛 怎么突然又冒出来 让大家一直重复同样的问题再回答 其实也是挺尴尬的 对 到现在就从那个椅子开始一直尴尬到现在 但是他还是讲啦 我很愿意跟韩沟通见面 那韩也愿意跟他沟通见面 所以这东西到底问题在哪里呢 说要一起打拼啦 那现在就有人说啦 国民党如果要拼逆转胜 侯友宜必须要力争三粉回归 这三粉叫做韩粉 郭粉韩粉跟这个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他这个叫孙粉 就是孙亚中的粉 这个要三粉都要回归之后 国民党才有办法拼逆转 亮哥你觉得这个三粉 都有机会回到侯友宜的基本盘里面来吗 我觉得主要还是韩粉 那个很明显在网路上看到的现象 还有那个票的 我们的选民啊 选民的数量 韩真的是遥遥遥领先 那不管是跑去支持郭台铭 或者跑去支持柯文哲 大概都是韩粉 大概都是 因为 因为昨天那个柯文哲第一场 见面会嘛 对不对 对 结果他柯文哲频道跟 这个董事长开讲两个频道同时直播 对 加起来5万人 加起来5万人 相当可怕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你的气有带上来 有一些票 尤其是国民党 国民党毕竟还是有传统的 长期的政党的历史嘛 所以只要你的气势有上去 我觉得很多票都会归队啦 比如说 就即使除非是 有一些个别的比较那个 就是长期对侯友宇跟韩国瑜关系 一直在关注的韩粉 除了这些少数之外 不然其他人其实不会 这么这么支柱计较啦 我说实在话 所以韩国 那个侯友宇昨天那个动作 虽然还是有点 好像随带啦 我的感觉啦 因为那个厂 就是他熟悉的厂 那是邻经节的厂 就是他的嫡系子弟兵的厂 所以他就比较自在 然后黄复兴他不熟嘛 其实看出这个人的个性 我坦白讲我心理系毕业的 你心理系毕业的 其实他真的有点卫生 他在那个陌生的场合 所以他是个害羞的人 我认为是 就不自在啦 你知道吧 不像有一些政治人物是 带光带热来的 韩国瑜到任何地方 我相信把他丢到艾斯寂寞 他也一下就熟了 他也可以演讲 他就是带光带热的人 他就是社交 就是让大家都高兴起来 企鹅都会嗨 他那种能力非常非常强啦 虎友宇就是有点内向害羞 我们台语叫避暑啦 避暑 所以他就是到那个林津杰 那个熟悉的场 他终于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 我觉得坦白讲 郑立文就是一个直接的压力啦 你也不要忘记郑立文四五月 是第一个跳出来说直接征召侯友宜 你不要忘了 然后现在就说要换猴 对啊 我也有点不懂 同一个人 对同一个人 短短三个月 因为郑立文我很熟啦 我们也是从小 也不能说从小 从小咧 至少在民进党看他长大了 他就是一个很率性 然后感到危机就会说出来的人 我坦白讲我今天在整理那个 侯友宜在T台的民调 我就整理他T台 到今年为止就只做过三次民调 对 就一路往下调嘛 第一次是 第一次是领先的 第一名啊 对啊 那时候是34比 賴清德的30耶 34比30 1月1月16号做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 5月6月 5月就是征召 征召之后 对 DVPS当天又再做 对 那侯友宜那个时候还第二啊 还第二啊 结果第六就交叉了 对 然后就天崩地裂了 就断了 断崖式了 就交叉了 交叉了 就六月 所以 比如说郑立文在四月会说 直接征召侯友宜 这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那时候民调高 那时候氛回就是第一名嘛 对 就是第一名嘛 所以 因为这个事情戳头很久了 那当然就是 朱立文决定把郭带进来 一起竞争嘛 那郭对517 显然是有不满嘛 所以郭粉就大量跳槽嘛 事实上这个就是主要原因啦 简单讲就是那个初选处理的不好 所以造成大量的郭粉 跑去柯文哲那边 我觉得 症结是在这里啦 那当然 很多人就想说 从韩跟郭来着手嘛 这两条是通的啦 这两条是通的啦 了解 好现在呢 聊天室有这个 Simon Wang 抖内进来了 还有这个是 GL也抖内进来了 小佳也抖内进来了 抖小佳写得比较长 他说当韩粉真的很委屈耶 都没有人会骂那个 贪污扁的扁迷 也没有人骂果冻的支持者 李登辉的支持者 也没有人骂马英九迷 只有韩粉什么也没有做 就只是坚定支持韩而已 却被这个蓝绿白抿嘴 全部都在骂韩粉啊 有谁给我韩粉公道停止污名吗 我们手上有票呢 那我就罪大你咬我啊 就是我们这个 网友留言也是 秀秀 不好意思 田秋姐 就这个田秋姐帮你秀秀 好 接下来呢 回去了 其实刚刚这个亮哥讲到了 郭这件事情 真的 我们先跳过来讲这个郭 郭的问题 今天黄建廷 已经直接爆料说 3月12号那一天 他跟郭台铭见面吃饭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讨论 接下来要怎么样走 他当时这两个人相谈甚欢 而且呢 还有这个Plan A跟Plan B 这个Plan A Plan A就是让郭董选总统 就是征召他选总统 Plan B就是 假设你没有选总统 没有关系啊 你可以去这个不分区 去这个争取立委 同时也可以争取立法院长 但是郭台铭办公室却说 黄建廷的说法 明显有不合理之处 郭台铭参加国民党征召 只有考虑的就是总统候选的身份 没有其他的想法 是黄建 请黄建廷谨慎厉清自身的记忆 哎呦 意思就是说黄建廷 这个怎样 脑雾吗 确诊之后脑雾吗 记错了吗 跟黄建廷说的很明白 他说还不止一次讨论 甚至我还跟 我这个还跟郭董讨论说 我们不分区那个立委 顺位要怎么排 这黄建廷是这样讲的 但是这个 但是郭台铭现在都不认账了 汉庭你觉得你比较相信谁 黄建廷还是郭台铭 叫做不论相信谁都不对 而且就是讨论这个议题不重要 说这件事情根本对大家来说 也没有很关心 因为现在选民或不论是蓝的 或绿的当然是非常乐见 并且大作文章 你看这乱成一团啊 不守信用啊 吵来吵去啊 赶快这个分裂吧 分裂吧 这就是绿营思维嘛 那现在对于在野人士来说 或者对于普通老百姓 就是到底郭当初跟黄建廷 或跟朱立伦怎么谈的 没什么太大兴趣 因为不论你们先前到底谈的是 ABCD还是到了Z的版本 就一切都在5月17号 郭台铭贴文出来说 他要支持侯友宜 就那之后就已经结束了 就不论你们先前怎么谈 总而言之就是你参加了 这个所谓的初选 然后最终的机制是侯友宜胜利 哪怕这过程可能大家有点不如意 但是最后你郭台铭已经说了 你要支持侯友宜 你如果没说你要支持侯友宜 或者你怎么样 那你后面还留有点余地 可是你已经说你要支持侯友宜啦 所以那你先前不论再怎么谈 现在来谈那都是枉然的 都是撩人啦 所以现在我认为 也不太需要关心这件事情 最好就去淡化他 不需要去理他 现在最关键的是说 目前的候选人 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 让侯友宜变成第二名 或者如果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他想办法柯文哲要变到第一名 这才是关键 那像刚才亮哥说呢 柯文哲的直播 有5万人在线观看 这个5万人其实没有什么 有的时候亮哥一人直播 就可以达到4万人 我也是 客气了客气了亮哥 人家真的是存国内 存国内 我认识海外人存国 好不好 开个玩笑 那像我呢 今天在搭计程车的时候 因为司机是一个 就是过去蓝的支持者 反正就是在车上也都会 骂绿啊什么 他有认出我 那他就说 你们要赶快这个 帮侯友宜加油啊 因为如果侯友宜不行的话 他很有可能呢 就要去投科了 汉廷来麻烦你继续 刚刚那位 你可以让一天 让他主持看看 我真的好想耶 真的很想 你知道吗 我今天其实真是看 这个来宾名单 我想说 不然就让汉廷主持好了 这样主持费要增加呢 直接跟我 开玩笑 加量不加价 你处理一下 开玩笑 刚刚那位 懒生懒的司机 他就讲说 侯友宜如果是 行不行啊 反正也讲了很多建议 他说他如果侯友宜真的不行的话 就要投科问责了 好 那我相信这是目前不少 应该能够代表不少 蓝营的思维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来大家 所谓的自己是蓝营立场 或说自己比较偏国民党 他不见得是对国民党多么有爱 但是呢 对民进党肯定是有恨 是 所以呢是对民进党的恨 大过于对国民党的爱 那当然也是对民进党的恨 大过于对侯友宜一个人的爱 因此如果真的服不起来的话 那选民基于政党轮替 是唯一的目标 那他当然就会支持柯文哲 所以目前的问题来了 就是说如果 目前呢 侯友宜 就是目前蓝营的选票当中 过去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有部分呢 已经跑到了柯文哲那边 或者目前呢 暂时还决定未表态的 那么侯友宜怎么样 能够把这些人能够再度收拢回来 那有人就比较悲观 有人觉得说 可能收拢不回来了 我们必须要能够及早来做应对 但像我说的 那应该还要再给侯友宜一段时间 在他讲的九热共识啦 这个成立特征组 废除NCC等等之类的 那或者呢 像现在 他也跟韩国瑜来做了道歉 但也会有人觉得 这道歉的不够有诚意 但是我就引用论语的一句话 博宜俗其 不念旧恶 愿失用息 就本来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就如果有一天 侯友宜民调已经变成第二名了 那难道还要去计较他 过去的一些事情吗 就不用 因为政党轮替才是大师大妃 过去的事情 那都是小恩小怨 就比如说 侯友宜到目前好像也没说 未来要把52台 这个中天要能够恢复啊 但如果侯友宜变成第二名的时候 那难道就说 因为他没有挺中天 所以我票不投侯友宜 那好像也不对吧 因为只有投了他那干掉赖清德 那才有机会让52台能够上架 所以当然我还是呼吁说 希望侯友宜也能够喊 未来能够让中天能够回复到 电视频道上 相信这也是多数人们的一个期望 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 还有一个误区 或者说现在侯友宜市长比较危险 因为刚才亮哥提到心理学 心理学上有讲说 这个人通常为了要避免认知失调 也就是说呢 他会一贯化自己的脉络 我认为当前侯友宜市长的一个挑战 是因为在先前 他已经给人很多既定印象 所以对于可能过去懒得受众 就会觉得侯友宜你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自己会给不投侯友宜一个理由 对吧 比如说过去可能有一些各种原因 觉得我就是不投侯友宜 可是哪怕未来侯友宜已经改正了 但是你已经很难让选民 你去再去改变这个观念 这是比较困难 因为对选民来说 他可能已经有接受 我就不投侯友宜的这个印象 有这个认知 所以侯友宜即便未来再怎么改 像我说的他接受九二共识 或者他向韩国瑜道歉 但有人还转不过来 因为人很难要认知到说 我先前的决定是错误的 所以未来侯友宜 除非要有一些大的动作 大的突破 然后跟散发很大的能量 展现强大的能力 那才有机会让过去那种 本来说暂时不想投侯的 能够再扭转回来 这个部分是比单纯从 没立场的变成挺侯 要更加困难 那我认为最大的挑战 就包含是在723之前的 这一段民调 为什么呢 因为当然侯友也种种的进步 可是同时间柯文哲 也有很多的活动 所以在这段期间 柯文哲仍然在保持他的媒体曝光 仍然会有一些京剧 各种的发言 那包含昨天在吴子嘉现场的时候 他就骂赖清德 所以柯文哲的民调 也可能会上涨 所以侯友宜在这个时候 你算做 但除非柯文哲不动 柯文哲如果不动 你的民调有可能会涨 但因为柯文哲同时也在动 所以就表示侯友宜的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一定要动得比柯文哲 更强跟更有力 那才有办法 在还没决定的人觉得 那看起来好像侯友宜 比柯文哲厉害 才有办法把这个票转过来 否则光你在动 但别人也在动 那很有可能就是双方 继续维持现在的民调 声势跟态势 那最后还是第三名 所以只能说侯友宜要动 而且要动得比柯文哲 更加的厉害 所以侯友宜必须要好好的 把自己整个的形象 做个很大的颠覆 譬如说 Cosplay之类的 没有开玩笑 就会说侯友宜不能这么避暑 那其实你不要讲 有人还是一直非常看好侯友宜的 这是谁呢 沈富雄 沈大佬就说了 他说金小刀出马不怒而威 有些想要捣蛋的 那看到金普聪都会稍微忍下来了 所以看有没有人会附和 所以他又看到 他觉得这个金普聪只要出来了 郭台铭会放弃 换猴的也不敢换了 到时候这些反猴的就会归对了 金普聪有这么样的不怒而威吗 连这个徐巧欣都说 徐巧欣说我接到金普聪的来点半夜 说请我来帮这个侯友宜的团队 来这个帮他助选 我能不答应吗 不答应后果会如何呢 点点点 所以钱九姐你应该 跟金老师以前跑新闻的时候 有这个交手过 金老师有这么样的不怒而威 徐巧欣可以吓到说电话接着说 不敢说不 而且沈大老说 有人只要看到金普聪就不敢捣蛋 其实这蛮有意思的 因为礼拜五早上访问小新的时候 他还说没有接到电话 也还没有接到邀请 要加入猴团队 我还说我还以为金老师一进去 应该第一个先找你 他还说没有 目前还没有接到 而且他当时就在讲说 因为我马上就要跟郭台铭同台了 我要马上把这个弄清楚 这个党纪的规定 小机条款针对的是参选人 意思就是我还有很多种计划 我没有马上要到猴团队去 结果马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监看的系统 比较严密 反正就马上就突然又 深夜接到了邀请 那当然金小刀过去的风格 大家很清楚 我自己跑了他八年的新闻 跟他很多的交手 就是有仇必报 这是他的最大的风格 那当然要跟 你是要你的节目访问小新吗 对 礼拜五早上 那当然会被监看 还有说 我那个是党纪红区 动不动上了节目 很容易被寄出党纪 对 但是今天邱毅他来 他说这个叫做欺善怕恶 就势子挑软的吃 像罗志强 罗志强 那他们相信他怎么样也不敢 党纪处分郑立文 但是邱毅的看法 然后因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烦效果 不小新本来就是他的学生 但是有一度的确也因为很不听话 让金老师很不满意的 那所以在反反复复处过程当中 他说的是实话 就是说他如果不答应到后果不堪设想 但我觉得邱毅的形容非常好笑 邱毅形容是说 你不讲还好 你讲的不是伤害更大吗 才真的是彻底的得罪了金普冲吗 你把它讲成什么样的和许人员 这下真是不堪设想 但他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如果和徐小新加入了 这个伙伎团队的好处是什么 直接接受空军啊 他这完全是空军总司令啊 然后呢你在这空军的系统 一向以敢放炮为文明的 你这个时候也不可以随便乱讲啦 如果你有一些言论不一样 那你要你的工作职责 你既然加入团队 你还是要帮侯伴做一些辩护啊 你这个话也不能乱讲了 好一方面控制的言论 一方面也接受了他的网络系统 网军系统 这个事当然是一举两得 但就巧新不是那种 他会讲这样的话 我倒是觉得他就是要先告诉大家说 我不是那种乖乖听话乖乖拍 如果我进到团队里 我也不是你说什么 我就yes那样子的人 所以基本上他进到的团队 可能会产生一个碾鱼效应 这才真的是碾鱼效应 那我相信金老师进到这个团队里头 最主要是针对市府系统的老城系统 进行整顿啊 那听说现在不是也整顿到一个阶段了嘛 那现在就是把其他的系统 包括立委啊国民党啊其他系统 进来之后 还有跟党中央要插手进来的 稍微做点切割嘛 放屋散 围堵起来 变成一个相对能够有集中权力的侯伴 这个是他现在的重点啊 那问题是下一个阶段 怎么样帮他把这个声势拉抬上来 这还是重点 那巧新可以发挥的功能 那你看现在把吴玉申啊 把这个 包括巧新打败的废洪泰啊等等 通通都找进去 那这就是一个新陈型的 我那个李明贤也说他接到邀请 李明玄啊 就是你每一个人 李明贤 李明贤 台北市的李明贤 这个好处 就是这些人都进去之后 这些人都不能讲不一样的话了吧 723之后 本来就不能讲不一样的话 正式提名的 怎么能讲不一样的话 所以现在没有接到电话的人 开始觉得 觉得伤心了吗 因为李明玄人在高雄 他自己在悬 对 明玄人在高雄 不是李明贤 是李明玄 玄啊 我说那个女生啊 是是 所以接到电话的是玄嘛 大部分都台北市的 都是台北市的 都台北市的 你到底是讲玄还是玄啊 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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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贤 这个台北市内湖区的 那个李明贤 以前跟我们一起捧新闻 马上要访问柯P的 他们比较有时间专职嘛 因为他们在台北 对他们不选嘛 对对对对 好然后淑惠 有淑惠嘛 可是淑惠是要选的 可是他在台北市 他也接到电话了 然后另外呢 这个巧心是金老师自己去找的 然后呢 资名忠 这是侯友宜办公室的组织召集人 他邀请了李得维 沸鸿泰 吴玉申 来担任侯伴的组织 副召集人 那其实本来副召集人 就有包括像谢龙界嘛 林洪池嘛 但他现在把这个李得维 沸鸿泰 吴玉申通通也找进来了 老实说 我现在要跟大家八卦一下 这个沸鸿泰跟巧心 同样都在侯伴里面 会不会怪怪的 这不一样 而且我也听说 吴玉申好像也跟金老师 不是很合 这个办公室这样接下来 以后会怎么样 没有 那个组织盘金老师不负责 哦 他只负责文宣盘 了解 对 所以 事实上那个 曾鸿泰鸿下面应该要有南 北中南三个系统 对对对 对不对 其实金老师比较麻烦的是 花东不好找人 他说只有那一个派系 他不OK 不过那个组织不是他处理 是曾鸿泰鸿 是曾鸿泰鸿 所以我觉得当初拍曾鸿泰鸿来处理组织 其实就是知道组织 金老师跟很多地方派系 有一些过去的过节嘛 这也是事实啦 事实上 组织他们可能更要借重 王金平的力量 对啦 对啦 事实上我们所讲的 那个中南部那些派系 跟郭董在接触的那些力量 每一个人王金平都很熟啦 对 就看那个 我们院长愿意出的力量有多大 他那天事实上也有点救了侯友宜啦 他找了一百多个人 对啊 县市长啊 前任的 卸任的 都有嘛 对不对 那也是帮了一个大忙 所以我倒是觉得 我昨天也在那个 卢秀芳的节目讲过 是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40岁以下的年轻人 都还没有看到侯友宜 有关他人生小故事的文宣 所以郭台铭听到你的话 他先出自己的 不这个是王鸿辉跟我讲的 对 他说他女儿啊 看到了那个民事的台湾演艺 然后演到侯友宜 进去大使馆救人那一段 对 他女儿很感动啊 说这票一定要投给这个英雄这样 然后他女儿原来不知道这个故事 所以真的侯友宜不要 因为他年纪太大了嘛 他大概忘记了40岁以下 事实上对他是没有记忆的 对对对对 像我们的这些工作小朋友 对他曾经的发生的事情 没有记忆 不记得啊 对 事实上陈进兴那个案子 就是他巅峰的时候 对 而且那个时候是全台湾的SNG车 全部都在做多 是啊 我跟你讲 像我们以前 以前那个阿扁 阿扁在选 第一个就是他小车子就出来了 就是一个三级贫户怎么成长 逆转人生的故事这样 还有我记得是什么 木瓜干雨大冰箱 然后他们家记账都在墙上画 那个都是很有名的文宣 侯友宜应该要整理他人生感动的点滴 他也曾经被人家这样 像鸭子 对啊 这个事实上他的幕僚真的 而且还有他的孩子的事情 对 你没看到郭董昨天脸书 连诸葛四郎都出来了吗 你没听到你讲的话 大婶婆也出来了 我跟你讲 今天晚上郭董又要po文 因为我知道 郭董那个是谁在帮他弄的 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一下就是从这里下 然后秀出他跟他妈妈的照片 对 那我的网友还特别寄给我说 你看郭董跟他妈妈 也长得有点像 这就歪楼了 就po了一张黑白照片 不 坦白说了 郭董跟侯友宜的 侯友宜 我说侯友宜 真的他 他以前的那个 一路过来的辛苦人生 都没有人帮他整理 我坦白讲那个 他所碰到的那个人生 那个不幸 对啊 那个事情也该整理 娃娃车 因为那个也是很大的事件 对不对 那个林静娟老师那个事件 对 我觉得这个 一定要整理出好几个 不要讲了 我都快哭了 因为我跟你讲 候选人是应该有网站的 可是网站必须要活泼 不能够只有你的政见 不能够只有你的那个各种文宣 要有你人生的故事 这个要做一些整理 他这个真的太缺了 所以这个希望这个金老师要听到 金老师要负责处理他的这一块 那这个接下来另外再来看到就是 现在除了郭粉 郭台铭看起来就是一副 我就要算了 就是要算了 郭粉看起来这个处理不了之外 还有现在又传出朱立伦跟柯文哲 私下通话讨论地方的合作性 这个蓝白蓝白 这已经传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当然朱立伦觉得他是有说跟柯文哲有沟通 那柯文哲却说这个不能告诉你们 那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林真宇说 这两天他都跟柯文哲在一起 也问了陈志涵 保证两个人没有私下通话 那同时这个柯文哲昨天也抛出来了 他说这个国会最大党推荐行政院长 这是他之前一直讲的所谓的联合政府的问题 所以现在到底这个柯有没有可能 跟国民党真的在地方上做合作 当然之前好像弄得不是很愉快 陈志涵也呛说不管了 反正我们就是要提名了 不礼让了这样子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又有一点点 可以能够合作的可能性了 漢婷你觉得呢 这个蓝白之间 柯文哲某种程度上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地方组织上 未来的选举是比较困难的 就各种组织的动员 以及加上未来各种小机的搭档 到最后选举的时候 到时候办大型的造势活动 那他背后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民意代表啦 或者候选区的候选人 或者地方的所谓邻里长的这些 然后各种理事长来帮他做加持 所以呢他其实多次啊 就是提出过某一些 看似可以合作的一些机会很多 那比如先前讲说这个 如果要退选可能要某种理由 对吧 这是不是有一个借口 那或者是留一个伏笔 那现在也是啊 国会最大党来推荐当行政院院长 那这也是一个合作的伏笔 所以如果国民党要合作的话 那就是未来肯定是 国民党的国会要过半 但是呢你总统要支持柯文哲 所以这也是抛出一个善意 就是你总统来支持我柯文哲 但是未来的国会 未来的所有行政内阁团队 过半都是你国民党人士掌握 因为实际上民众党就也没有那么多的 格源的人才库嘛 就确实相对来说比较稀少 那国民党肯定是人很多 那当然这也是给民进党的某种伏笔 对不对 就是如果未来民进党国会过半 那搞不好呢 柯文哲也可以跟民进党来做 某种程度上的合作 那可是现在的整体氛围 如果我们都是以反律为主的话 那现在这就是抛出来给国民党说 我们可以来谈一谈区域立委 大家来点兵点将 大家细细数一数 那到底国民党的这些区域立委 然后可能再加上民众党的部分区 国民党的部分区 这样加起来 有没有办法可以过半 那或者是 在哪一些具体的区域情况 然后双方怎么样的协商整合 或者是想办法让绿的那边 再有机会能够掉下来 这其实是可以直接把每一个区域摊开来 一个一个来算 那当然国民党还是认为说 那我当然是大党的资源比较多 那我如果要礼让的话 肯定是礼让一些本来就 本来就选不太上的一些区域 因为目前国民党的大部分 的区域人士 其实也都已经提好提满了 那柯文哲则 则是时间还比较压后 就是几个少部分 目前传出说 可能要提 可能有提谁 但大部分还是持保留空间 但是对柯文哲来说 就是你再拖延 或者是再延后 也不实际 因为人选总是要尽快决定 因为包含你实际上 投入到的地方选举 那各种的刊板 你还是要挂 然后广告你也是要做 那这些东西 都是要比较提前来做决定的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 某种程度上释出了一种 可能合作的机会跟空间 就是你总统来支持我 柯文哲 然后内阁所有的 那大家可以让给国民党 因为民众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人 那不过呢 就是我认为国民党 应该是不会接下这个球 对吧 侯友宜就是要提名 就是要当选 侯友宜就是要当选 只不过是最后这个盘 如果到了12月的话 那还是要有得商量 因为我们总是要做好 一个最坏的打算 是现在对国民党的支持者 当然是全力支持侯友宜 国民党党员全力支持侯友宜 没问题 希望能够把民调拉高 拉得越高 跟柯文哲就算要谈 也比较有谈判的空间 但问题是 只要自己的民调 一旦变成第二名的时候 我又没有谈判的意愿了 我第二名我就等于赢定了 我就等着第三名铁定气保过来 我就赢定了 所以最大的困境在这里 就是当每个人成为 每个人是第三名的时候 都想去谈 但是当自己一旦成为第二名的时候 我又不太想谈了 所以呢 这个是巧妙的心理状态 最后可能只能够仰赖于 选民的最终自主性的气保 朋友分享 只有中间不谓诠释 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间新闻网A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 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多一分比较